冰桃 冰桃 小姐 自从你病倒后 顾叶就再也没有去找过那个红鱼了 这几天啊 她得空就过来看你 她再也不会有外星了 你就关关心吧 姑爷 让我来 傻瓜 听臣 姑爷 你别误会 千万别误会 我们家小姐刚喊了你三百六十五遍 就这一遍叫了朱少爷 你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真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 小姐睡里梦里喊的全都是你 她 四夕 杨棠 你们在说什么呢 你相信有天意吗 樱桃 这不像你说话的口气 一年前 你来度假 做这噩梦 你喊的是周廷铮 一年以后 刚刚你笑得多甜美 你喊的还是周廷铮 云棠 不是这样的 我已经在很努力地 忘记过去了 努力有用吗 这一年生生死死 风风雨雨 我三辈子的努力 都用上了 但老天还是安排 今天这个时候 让我听见你说的梦话 你喊的还是她的名字 这不是天意吗 你不相信我相信 姑爷 姑爷 放手 好好照顾你们家小姐 从今天开始 她的心里有谁 我睡在哪里 谁也管不了谁 姑爷 小姐 你心里不舒服吗 姑爷刚刚说的肯定是气话 你别往心里去 她会回来的 苏西 为什么每次 我跟允堂终于要和好的时候 总会有一股可怕的力量 把我们狠狠地拆开 苏西 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 苏西 我好害怕 他们怎么了 纸包不住火 我就实话跟你实说了吧 老爷的纺织场亏大了 太太左头无路了 你说什么 怎么会这样 你要挺住啊 萧芊 苏西 赶快去仓库 把我所有的嫁妆拿出来 偷偷变卖 立刻送给阿玛 周廷辰 赶快去仓库 杜云桃 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谈谈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你想让我好好地对郁婉 不要伤害她 还有 你是来给我们祝福的 你跟她之间是清白的 是不是 你既然什么都知道 为什么还要辜负郁婉 你凭什么叫我太太的闺名啊 她是我们杜家 名媒正娶的二少奶奶 你能给她幸福吗 只有我可以主宰她 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 我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 看在玉碗的面上 给你们杜氏实业一个忠告 京邦街的竞标 小心背后有阴谋 我不想听 我从来不相信狗嘴里能吐出向阳 你难道不知道什么叫良言相劝吗 如果我们杜家的安危 要依靠你的施舍 我宁愿什么都不要 放手 我警告你 别再辜负玉碗 她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爱 我 我 杜下的家是用你管吗 我们杜下的家是 要你来治上花小吗 我 允堂 允堂 你怎么了 允堂 你怎么了 红衣 告诉我 飞蛾是怎么扑火的 你 古伯伯 替我 大哥 大哥 出事了 我有钥匙 需要向将军密报 五年 向将军密报 看来三下先生 与北洋特使的交易 被大哥发现了 那是什么 这件事情必须告诉特使 大哥 你的行踪 我保不住 小姐 你先别着急 我去禀报太太和老爷 小姐 你先别着急 玉丸 你怎么回来了 额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你阿玛心情不好 已经在书房里 关了整整一天了 整整一天 阿玛不会出事吧 快 阿玛 阿玛 老爷 老爷 快 转门 快点 快点 老爷 开门哪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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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你要是吞烟自尽了 你让我怎么办呢 完了 全完了 我连女儿的嫁妆 都亏完了 既带人攒下的字画 都卖了 也不够 好 好 好 高利带人 利滚利 专业算十万的欠债 就变成了四十万 我拿什么还 我通宏是不能办 丢人 丢人哪 老爷 阿玛 讨厌 阿玛 您别这样 女儿不会让您下半辈子受苦的 您千万别想不开啊 你看 你能不能在你婆婆家借点现金 帮阿玛救个急 渡家现在也有难处 靖帮界的开发项目需要保证金 资金压力也很大 恐怕一时半会儿也凑不上四十万 这么大的数目 我知道你在渡假也很难哪 那个杜云躺在外面有了女人 我是听在耳里 躺在心里呀 阿玛 别说了 要不然这样 咱们把翡翠屏风当给大华银行 我估摸着 咱们也会有四五十万在收 先还了账再说 阿玛 如果把翡翠屏风荡出去 咱们可能一辈子都赎不回来了 何况现在兵荒马乱的 大家都在囤金子 谁会收一件易碎的宝贝 那我就把那个翡翠屏风送给那些寨主 是砸是脉 随他们去吧 阿玛 你先别着急 不是离最后期限还有一段时间吗 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这里还有一些婉居进货的钱 您先拿着应应急 其他的 女儿一定会想出办法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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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她 还给我好吗 你谁呀你 真是笑话 我们杜家做这么多年生意 从来没欠过别人的钱 也没见过你这样当街要债的 站起来 跟我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眼瞅着都快过节了 我们家都快见不开锅了 恳请太太知慧二少奶奶一生 把婉居拖欠的货款给结了吧 不是说婉居很赚钱的吗 怎么还拖欠这些 小门小户的货款呢 多少钱呢至于这样 三千块 这是二少奶奶亲自签的进货单 真是眼皮子签 不就三千块钱吗 值得你哭 行了随后到杜家账房那领取吧 赶紧走 别在这儿给我丢人卸开了 谢谢太太 谢谢太太 大姐 我可是听说二少奶奶把婉居的钱 拿去贴补娘家了 你就不想去看看吗 翠琳 你跟方太太她们继续逛街吧 容妈 太太跟我去婉居查账去 真要发现她吃里怕外 我饶不了她 走 今天啊大家加个班 赶紧把货品卖完 可是 这些全是新货 样货 现在甩卖 未免也太吃亏了吧 现在急需要用钱 大家就辛苦一点 多努力一下 让资金早点回笼 回笼 来 去 应该也有 这些人 她不想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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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急需用钱 我只是用婉居的资金 暂时周转一下 再说 婉居的钱也是我自己挣的 你自己挣的 你是谁呀 你是杜家的什么人 这婉居 到底姓彤 还是姓杜啊 佟玉 你没有任何理由 你不跟我商量一下 就往你娘家搬财产吧 母亲 我娘家真的急需要用钱 等过了这阵子 我一定会把婉居的账还上的 佟家已经败落了 那分明是个无底洞 我问你 你有多少钱 能把这个洞填满呢 从现在开始 马上交出婉居 回到家里照顾你的丈夫 允堂 可是允堂 他成天都不在家的 允堂不在家 那也是你的错呀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不在自己丈夫身上用心 总有一天 他会把你忘了的 罗友 你还记得 不知道 是什么 你怎么会把你 看你 帮你 好 我 你怎么会把你 给你帮你 哎呀 我 你怎么会把你帮你 把你帮你 一帮你 但我要告诉你 杜家的钱不许你动一分 允堂 允堂 你来了 快进来 快进来 累坏了吧 我泡了新的壁罗春 趁热尝尝 是挺倾向的 怎么泡那么多杯茶 这两天你不是难得过来吗 我每一夜都在等你 我特意为你准备茶水 还不是为了让杜少爷你啊 喝上的每一口茶 都是最新鲜的 你以后别这样了 好茶跟青春一样 都不应该浪费 是 这口是陈茶 冰冷冰冷的 亏你还要喝 冷水泡茶慢慢浓 陈茶 有陈茶的香味 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 你说的根本就不是陈茶 是童玉碗吧 你真是 放着我辛辛苦苦泡的新茶不喝 反倒对着一杯没人要的隔夜茶 你在这儿借景生情 我真是不知道 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要它什么意思 它就是什么意思 云棠 我错了 你不要走吗 我知道 我不该独占你的爱情 可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因为我爱你 我是真的爱你 我克制不了我爱的自私啊 云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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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这样对我 好痛 痛 云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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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рj 爹 打天 爹 噢 又是自残的招数 杜香的女人早就玩盛的套路 能不能换个新的 我 我是不该欺骗你云唐 但我所做的一切 还不都是一位飞蛾扑火的爱情啊 我告诉你 这样的感动玩多了 便廉价了 你是要去找童玉碗吧 杜云唐 你可别忘了 她可是连欺骗的感动 都不肯给你 怎么我们这儿又停电了 也太巧了吧 这不是巧合 是有人故意的 我们杜家的每一间工厂 都在这个停电的区域之内 是谁在算计杜家啊 算了 跟你讲你也不明白 我不明白 童玉碗她明白啊 她当然明白啊 她是比我聪明 所以呢 我全心全意 只为了你一个人 可她呢 一边 当着杜家的少奶奶 一边呢 偷着婆家的钱 到贴娘家 一碗她娘家怎么了 父亲是这样的 童家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 急需资金 我希望您能够雪中送炭 帮帮童家 本来帮忙童家解决燃眉之急 是我们杜家义不容辞的事 可是金帮街的项目 是我们华商商会 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再说 我们的资金缺口也很大呀 我明白了 父亲 那我先走了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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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阿玛额娘年事已高 还请您再想想办法 别急别急 很了解你的性格 你是很难求人的 你一旦开口肯定是迫在眉睫 好吧 玉婉 你告诉我 你童家需要多少钱 至少四十万 四十万 一时半刻 我也真的力不从心呢 难道只能把童家老宅卖了吗 千万不要 金帮街那块地非常重要 一定要保住 这样吧 你给我十天时间 我现在手头也紧 需要时间来调度 谢谢父亲 谢谢父亲 不过有个事 我想请求你 您说 帮我看好允堂 因为我不想允堂 继续这样荒唐下去了 您放心 我会包容她的 月婉 我会包容她的 当初我上门为她求婚 不仅是要一个包容她的太太 我需要她的太太能够辅走她 担起窦家的家业 父亲 父亲 她不会给我这样的机会 但我希望 希望玉婉 你为了我 为了允堂 去创造这么一个机会 你为了允堂 父亲 这不太公平 允堂一直以来都很任性 从小到大 没让人审心过 可是玉婉 你不一样 在佟家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是一个聪明大气 能承担责任的女孩子 我希望你明白 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些话 那是因为我一直把你看成是个懂事的大人 我希望你能够懂我的意思 父亲 我在阿玛额娘眼里 也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我阿玛额娘对允堂 也是有着同样期待的 天下父母的心思都是一样的 可是现在是你要救佟家 我希望你能够主动迈进一步 父亲 这是您救佟家的条件吗 其实我跟你父亲说过很多次了 经商一定要谨慎 可他老是爱听不听 我今天救了他的急 可是明天呢 他又需要我的帮忙 可是为了我的儿子 我愿意付出 你呢 只要父亲能够帮助佟家 我为了我阿玛额娘 愿意付出一切 就算再屈辱再难堪 只要父亲手心 能够帮助佟家 好 总有一天 你会了解我今天的心思的 好了 去碗玉碗 小姐我来吧 你从小儿哪儿干过这些活儿 这个药膳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人帮忙 我得自己来 好好好 小姐为姑爷 也算是用心良苦了 如果姑爷再看不清小姐的心 那可真是瞎了眼 我苏蟹也饶不了她 我做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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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为了尽我的心 至于她怎么看我 我才不在乎 只怕小姐是嘴上不在乎 心里在乎得很 小姐 是姑爷 你的诚心终于感动菩萨了 姑爷回家了 汐儿 你现在去找洪雨 让她赶紧从后门进来 就是童玉碗要学乖巴结蕴堂了 是 你这已经难过了 你怎么回家 你怎么回家 有什么回家 没有人 是 有什么回家 你老板 ho 我 你 她 是你吗 玉婉 红雨 怎么会是你 你怎么跑到我家来了 玉婉 玉婉 我在大少奶奶那里做客 正巧啊 听说有人回来了 就想着跑过来给她一个惊喜吗 没想到那个人啊 她还不领情 弟妹 真是不好意思 你看我 我着急回房 我怎么就撞到你了呢 这是什么珍贵药材 要不要紧啊 没关系 我再去熬一晚吧 芸汤 你看 这是我跑了好多地方 专门为你熬夜做项目买的 充电电灯 这个是绘图尺 还有这个 提神的斯里兰卡香茶 红月 谢谢你 但是你的确越界了 你不能这样穿着我太太的衣服 然后进入我的房间啊 走吧 我知道 我会走的 芸汤 立刻 马上 芸汤 只要一支舞的时间好吗 好 这是布达佩斯七年咸乐 金奖得主 灌录的唯一一张唱片 市面上 已经绝版了 是清平 他居然留下了一张真正的唱片 云桃 为了我姐姐 和我挑一支舞 算作是告别好吗 大嫂 我看见你了 出来说话吧 弟妹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说 我说我 不喜欢计较的人 但我也不喜欢总被人算计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 是怕你伤心 因为允堂这次回来 可能真的要把红宇 安置在家里了 原来如此 让大嫂费心了 你再不想看 可 我的 原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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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 我不管怎么样 我都相信你说的话 好不好 玉婉 怎么是你啊 你偷窥我们 这是我的房间 我不知道偷这个字 应该用在谁的身上 我 我知道 是我不对 但是我们也是有隐私的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允堂 好了好了 我们俩有的是时间吵架 先一起想法子 让那个人回避一下吗 玉婉 你先听我说 你还要说什么 你都让她进我们的心房 让她穿着我的睡裙 还允许她向我挑衅 你又来跟我说什么 玉婉 对不起 我忘了 在这个大将纲里 女人永远没有对男人 说不我的权利 佟玉婉 杜云桃 再见 他亲手为我熬的药膳 第一次他亲手为我 这算什么 杜云桃 我每天为你做那么多 也没见你这么感动过 你只是清平的影子 我真让爱的 是童云桃 你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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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说出口了 杜云桃 你这样对得起我吗 我是那么那么地爱你 我拿碎此片扎自己的时候 是 我是用了点小小的心机 但也是伤在我身上 我的痛苦也是血肉模糊 也是痛传心扉的 你的作作 你的欺骗 我不想再去深究了 我敢说你对我的不是爱 那什么是爱啊 童云桃走了你才说爱他 你就不嫌做作 他的诚实 他的自尊 他的坚强 每一样我都爱 尽管我跟他有征兆 有猜忌的时候 他是我杜云桃的杰发远培 他的地匪 没有人能取代 听懂了吧 戎妈 太太 允堂却没去玉碗那儿道歉 那他又去洪雨那儿了 也没有 只是这左一个又一个的 将来都带回家 可怎么办呢 我就担心这个 允堂这样荒唐下去 老爷绝对不会把杜家的产业交给他的 太太 您还记得当年咱们祖太爷的事吗 怎么了 我听说啊 当年咱们祖太爷 就娶了酒房姨太太 把咱们邻家闹得 那天天就跟戏园子似的 我想啊 与其这样 还不如娶一个 能管得住二少爷的姨太太 也算尽了少奶奶 没能尽到的责任 你的意思是说 让洪雨进门 不行 以前我跟她闹成那样 那将来 她还不跟我作对呀 不如我们 先考验考验这个洪雨 朕做起来 我会给你更多 我什么都不想要 我只想大哭一场 她不爱我 她抱着我的时候 眼中只有怜悯 她爱的只是童玉丸 没想到 像你这种女人 也会为爱情痛哭流涕啊 爱情 就是一件受罪的破伤 我就是宁可毁了 化成灰 我也不要太童玉丸 不要 小姐 你说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 这太太和柔妈 也不过来问一问管一管 是我自己没用 她们看在眼里 烦在心里 倒不如把事情挂一挂 冷两天 等街子熟透了再挤浓头 也是母亲之家的艺术 她说 白雅 你照样 负责 手 和你 交往 我 等我 我 我 小姐 都怪我 我本来不该说的 我怎么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呢 小姐 你千万不要想不开 就洪雨那种下三滥的女人 太太怎么能看上呢 相比之下 一定会看上小姐的长车 她处心积虑 又和二方穿通一气 把这家子人的脾气 毫无 莫得一清二楚 云塘那么精明 都着了她的当 何况太太 还有老爷 老爷最明白事理 等老爷把工厂停电的事处理好 一定会给小姐做主的 苏西 连你都知道 老爷忧心工厂停电的事 他替我阿玛额娘 挑了四十万的债务 我不能替他分忧 还要让他 为琐碎的家务事操心 那我不成了天底下 最忘恩负义的儿媳妇 小姐 你说你想怎么做 我苏西替你出头 也算 也算是替天醒道 苏西 你去找个煤油炉 就在这儿给远堂熬药膳吧 什么 你还熬啊 这顾夜的心都被狗吃了 你还要掏心掏肺地对他 事到如今 我也只能尽我的心意 至于结果 就看他的心了 小姐 你一片真心对人 那也得看对象是谁 姑爷不是周少爷 周少爷至情至性 你真心对他 他失心回报 可姑爷呢 那恶魔姑爷的心 我是看透了 他就是万年海底千年兵 只怕你一辈子 把真心给他 都听不到他一个弦 小姐 如果周少爷现在就带你私奔 我 我第一个举双手双脚赞成 苏西 我现在是杜允堂的妻子 渡家二少奶奶 即使周廷辰 现在出现 我也不能跟他走 你明不明白啊 也得咬牙坚持 小姐 我真快没耐心了 尔棠 尔棠 荣棠 加霍 怀 太太 какrj 你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吗 这是我儿子花钱租的房子 我要来看看我儿子又添置了什么摆设 洪雨给太太请安 问容妈妈好 礼数倒还算周全 太太 您请坐 我去给太太七杯茶 慢 我们太太喝茶的脾性 和二少爷不一样 她不合必罗春 洪雨明白 洪雨早就准备好了 上好的松西白茶 这种茶上海都少有 你这里怎么会有 二少爷 哪天不念叨太太好几回啊 我因此知道 您就爱喝这种茶 跑了大半个上海才买到 就是盼着 太太哪天能给我一个机会 喝一口红与我妻的茶 总算苍天不负有心人 今天可把您给判来了 罢了罢了 端上来吧 是 太太 是 太太 太太 请用茶 是二关水泡的 算是合我的口味 太太 给 这首金是法国名牌 像你这种身份的人 怎么能让我儿子 给你买这个 太太 你冤枉我了 这是我给允堂准备的 我知道 她在家中 就喜欢用这个牌子的 我是怕她 用别的过敏 受了委屈 太太 红与倒没说谎 这是儿少爷用的 你倒是从心底知道 关心我儿子 这也算是可取之处 还有红与 对老爷太太的一片孝心呢 红与平时没事 一直学着 做太太 最喜欢制造绿豆糕 今天斗胆 想在您面前献个丑呢 那就看在你诚心诚意的份上 太太赏你个脸 吃一两块 你赶快去厨房准备吧 好 太太 红与先去忙了 太太 我看她对您恭恭敬敬的 我看她是很好的 我的 你不是她的 老爹 在那儿 你这我看她 她是个有的 她的 她是个有的 她的 我看她是个有的 她是个有的 我看她 您是说二少奶奶不如鸿雨懂人情世故 行了行了 一提铜玉丸 我这气气不顺了 既来之则安之 我们吃完了再回去 是 看看我娶的这两方太太 我最艰难的时候 两个太太只顾着自己寻欢作乐 没有一个人和我共患难啊 父亲 您稍后 我让他们备饭 不用了 让他们给我弄碗面条好了 面的 最起码可以意味着长长久久 父亲 咱们杜家自然可以长长久久 您怎么说那么不吉利的话呀 再说吉利话也没有用啊 你可知道 咱们杜家将会面临灭顶之灾呀 灭顶之灾 爸 我听说沈志佩向北洋特使让步了 现在整个上海都恢复宫殿了 那怎么咱们家的工厂还是没电呢 现在最糟糕的是 咱们工厂的备用发电机 在这个时候也被人弄坏了 这是不是想逼我们知难而退啊 这还把我们家的发电机给弄坏了 你猜得一点都没错 是买通厂里的人动的手脚 而且这个嫌疑人昨天晚上畏罪潜逃了 父亲 这个嫌疑人 肯定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这是无疑的 我想指使他的人 应该就是三下洋行那些人 他们是为了 不让我们拿到精帮界的开发权 真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啊 如果你是爸爸的话 遇到这种情况 你会怎么做 我想既然人家不愿意让我们做这个事情 那咱们就放弃 爸 要是成了沈将军的眼中钉肉中刺的话 咱们会吃更大的亏啊 允堂 你呢 你怎么看 我觉得 现在还不到放弃的时候 说说你的理由 其实眼下最聪明的方法 就是把精帮界的开发意义 发到报社去 让他们大肆张扬 到时候 我们可以让整个上海的人 帮我们大造生事 你们两兄弟啊 一个是畏惧 一个是冒进 看来你爸爸我还是不能休息啊 爸 现在 最重要的是工厂 还有工厂里面的工人 我现在回去 就是要稳定大局 允堂 允堂 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你跟我说啊 我帮你完善完善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抢你的功劳的 我不是说你抢我功劳什么的 只是我遇到一些事情 特别棘手 想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 去把它赶紧想通 不想耽误了 允堂 你就急得跟我说几句话的时间 都没有了吗 二少爷 二少奶奶想和你谈一谈 允堂 这个夫妻之间谈心很重要 那个工厂停电什么的事情啊 晚几个小时再解决也来得及 你跟二少奶奶说 这两天我都不回来了 有事等我回来再说吧 好的 小姐 二少奶奶 您回去吧 二少爷 他 他已经走了 二少爷 我去找姑爷算账 苏西 没必要 管家 二少奶奶 你替我把这个箱子带给允堂 这里边都是他穿过的衣服 和爱看的书 二少奶奶 总有一天 二少爷会灰心转意的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就怕再回首 一世百年神 小姐 小姐 你没事吧 小姐 你没事吧 苏西 扶我回首 老爷太太 老爷太太 那些寨主们在门口闹开锅了的 这还有没有王法了 欠战还钱是天经地义 那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哪 他们还说呀 这次算是清淡 要是再不还钱 就不是泼沫水这么简单了 要打得我们全家 头破血流啊 欺人太甚 蓉琪呀 你赶紧问我玉碗 杜家的钱什么时候能借出来呀 这玉碗在杜家的处境 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的嫁妆首饰都卖了 就为了替我们还钱 我这个当阿娘的 怎么还有脸 再去找她去呀 宁可我们都死了 我也不能再让女儿为难了 好好好 你们都有脸 就我没有脸哪 我明天就让那个周明昌 把我给打死算了 老爷 还不都是你找的事 杜家的救命钱 什么时候能到 喂 找二少奶奶 童玉碗 小姐 老爷和大少爷在书房里 说了两个钟头的话了 这民摆着躲着咱们 您身子不好 还是起来吧 苏西 阿芒额娘 救我这么一个女儿 如今她们有难 别说跪两个小时 就是跪两天 两个月 上刀山下火海 我也要救他们 好 我苏西别的不会做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 也得替小姐挡在前头 小姐 苏西陪你跪到老爷开恩为止 苏西 苏西 这几天因为停电导致的损失 你算出来没有 父亲 停电的损失 共计是三十三万元 现在我们已经用工人的月薪 提前支付了 还有我们发到百货公司的棉布 因为没有日货便宜 所以货款全部都收不回来 现在关键是码头的状况 这货船一天被卡 我们的损失不只是钱 还有杜家一直以来 按时交货的商业信用啊 可是父亲 三井码头和顺泰码头的日本人 英国人 要求我们马上交出全年的占租费 和轮船的停泊费 这笔费用又是三十多万 这码头的占租费一定要马上搞定 让刘经理去想办法 看哪里的钱可以调动 工人的月薪还可以再拖两三天 但是码头的钱实在不能再拖了 父亲 我看咱们账户上还有一笔 准备给佟家的四十万借款 要不我们先拿来应应集 不行不行 这玉碗在外面等着 为的就是这笔钱呢 父亲 我们自己的船都快沉了 哪还顾得了别人呢 你去把玉碗叫进来 父亲 三思而后行啊 我说去叫玉碗进来 听见没有 我去啊 喂 陈兄啊 是是是 我正要找你呢 是这样的 我最近资金周转不灵啊 所以想给你借点钱 什么 没钱 陈兄啊 咱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你就别这样帮帮我好吗 什么 工厂倒闭 那看来我找你不是时候了 那好那好 我自己想办法 那不好意思了陈兄 打扰你了 你 我自己想办法 我去哪里 这点 你去哪里 你应该有什么事 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去哪里 那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那里 你去哪里 是十业就国 没想到这条路啊 越走越窄 玉岸 我想问你 如果你是我 现在面对这么多难关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过 我 父亲 我会挺住 不会放弃 靖邦街码头的开发权 为什么 日本人处心积虑 我虽然想不出原因 但也知道此事危急 如果黄埔江沿线 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码头 一旦发生战争 兵源和货物的供给 都会受制于人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也绝不能放弃 这个开发权 不接受 优独播剧场 总之 無人 不接受